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及时止损还是继续 啊 哇 及时止损这词出现了 这一概就是真的 真正问的吧 熊猫点外卖 损到家了 遇到感情问题 肯定是感情问题 就是比如说一段恋爱关系 你是要及时止损还是继续 或者是你们可能在暧昧或者怎么之类的 关键这个佩佩一听就知道是谁了 泽泽也知道是谁 对啊 今天想跟你说清楚 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嘛 嗯 算是及时止损吧 对 我们俩其实都算是及时止损了 他就是用词用得不太好 他还说了一个悬崖勒马也不太好 是的 其实他是大量地会使用这种负面性的方式去表达 那这种可能就会让关系走向恶化 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在对待感情的时候 有些觉得就是 谁把话说得更狠 谁好像就是赢家 太在意输赢了 那我说我看法吧 那我说我看法吧 就我觉得即时止损需要挺大的勇气吧 我觉得是对两个人都负责任 还要公开来说 可能当时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可能对方的心理会比较难过 但我觉得是对双方未来的负责 都听得懂在说什么 继续发展下去也没有结果 也没有结果 可能碍于不想让对方伤心难过 选择继续下去 我觉得这才是不负责任的 我觉得就是说清楚 一刀两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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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又才 这样的话 对方也不会有压力 是我的话不要 是我的话不要 好 觉得即时止损吧 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不过是的话 可能即时止损 挺好 挺好 好吗 即时止损吧 我觉得损这个字就是 有一点点在计较得失了 不要去想即时止损这个问题 就可能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 比较敢爱敢恨的人吧 遇到一个合拍的人很难的 你以后还会遇到这样子的人吗 要多久呢 你不知道 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不就是伤心吗 伤心了之后就会好呀 你还可以继续重新开始呀 反正我是这样子 好虐 好勇敢 我觉得即时止损还是继续 它是一个选择 嗯 如果你选择了要即时止损 那你就要承担 放弃这份感情给你带来的痛苦 对 以及之后你每每回想起 如果当时继续下气 其实应该会有多美好的那种 回忆的那种痛苦 但如果你选择继续走下去 那你就要承担两个人继续磨合 继续接触继续去改变自己 去适应对方的这个过程 对 但是你也有可能会获得 两个人相互磨合之后 能够迎来一个比较好的未来 嗯 泽泽说得比较好 谢谢 好 再一个 长久稳定的恋爱关系中 遇到了更心动合适的人 会如何选择 这 这 这又是谁留的呀 我觉得这问题好扯 我觉得这问题好扯 嗯 嗯 嗯 就是你我觉得你心动一个人 你需要相处吧 你在一段 有一段长久稳定的关系之后 你去跟一个人相处了 然后你行动了 这不就是精神出轨吗 嗯 这不就是精神出轨 哦 嗯 可想说呢 对啊 对啊 这也太扯了吧 就是 自己精神出轨 那你就不要找一些 什么那个很 外面堂皇的理由 外面堂皇的理由 变推理节目了 那你就端的就好了呀 除非就是你真的是看这个长相 心动吗 嗯 嗯 还好是匿名 就可能他就是两边都想要得到 这个长久稳定的关系 能够带给他安全感 比如说这个人对他很好 照顾他 但是同时 这个新认识的人用来带给他 比如说后面上刺激 或者是这个人很漂亮 让他在其中两难 然后让他无法抉择 就是这个点嘛 对吧 嗯 嗯 就是你两个都想要 嗯 你干脆就都不要 两个都得不到 我祝你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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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讲的太脸 嗯 嗯 大家都是有尽力的人 真的 这是时间 你时间长了 你可能会慢慢地忘记了 就 都是都是有故事的 然后你们 哈哈哈哈 谢谢 你几岁了 还想喝一瓶 我也喝一瓶 汉秦 来来来 有人再分一瓶 草莓 草莓的 好漂亮 哇 这太酷了 每天都我烟花看 哇 这太酷了 太酷了 有这么酷吗 这种酷了 谁也知道 刚才休息哦